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他被称为抗癌成功第一人 从肺癌晚期,预计最多三个月寿命 到如今依然健康,热烈地享受生活 他做了什么? 父亲因肺癌去世,他也被判活不过三月 林志军在确诊肺癌前,他对于这个癌症并不陌生 在他的家里,他并不是第一个患上肺癌的 他的父亲林建华,就是因为肺癌去世 那个时候,林志军刚通过自学 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正想把好消息分享给家人 母亲却告诉他,父亲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当时林志军和家人对癌症都知之甚少 除了听从医生的建议,别无他法 然而放疗,化疗,能做的都做了 父亲还是在两年后离开了他们 父亲的离开让林志军警醒,一定要锻炼好身体 然而癌症却还是盯上了他 2007年,写完要出版的书,他突然晕倒 妻子陪着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是肺癌晚期 全身多处有阴影,癌细胞已经向各处扩散 医生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活不过三个月 林志军很是不解,自己已经有注意 而且平日身体都很硬朗 怎么就突然成了肺癌晚期 四处寻医,指手术,不化疗 在确诊后,林志军开始四处求医 却发现医生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于是选择自己找来相关癌症资料 开始研究起来 很快,学医的妹妹联系了几位外国著名的专家 在网上进行了会诊 经过讨论,他们得出林志军脑部的肿瘤和肺部的肿瘤 很大概率是没有关系的 但由于远程判断存在不准确性 他们给林志军推荐了一位肺癌治疗专家 最后,这位专家给出的方案是 化疗配合抗癌药 当时林志军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在接受化疗后,副作用接种而至 他不想自己也变成那样 林志军想着,即使真的只有三个月生命 也不愿意在病床上度过 于是他只接受了手术,并没有参与化疗 也不吃抗癌药 出院后,林志军就在深圳郊外的一个小别院隐居起来 重获新生,他分享抗癌方法 远离纷扰,林志军在隐居的小院里开始慢生活 不再每天都忙忙碌碌 他拥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经过修养之后,林志军身体大有改善 于是他到医院复查 结果发现肿瘤有回缩的迹象 林志军认为医学治疗只是辅助手段 癌症患者能不能康复 主要取决于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他提出了非医学意义的治疗 认为通过心理重建 让身心舒适为标准的治疗 也是癌症患者需要重视的 2012年,林志军成功抗癌 他将这份抗癌经历写成新书名为重申首记 将自己的抗癌方法总结为康复九册 一,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 不过度治疗 二,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 三,不抢时间 让自己慢下来 静下来 四,注重吃喝拉撒睡 五,早睡早起 五,早睡早起,不熬夜 六,深呼吸 七,多晒太阳 八,修炼好心情 九,没事多不行 癌症不是绝症 每一个患病的人 不要放弃生的希望 为什么肺癌容易一确诊 就成晚期 约有80%的肺癌 确诊时情况都不太理想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为什么肺癌难以发现 因为肺癌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 即便是出现咳嗽 胸闷 发热 食欲减退 也与平日其他疾病症状相似 一般人很少会想到肺癌 其次 肺部本身是个特殊器官 只有当肿瘤长到一定体积 才会压迫其他器官 出现疼痛 咳血等症状 这些症状出现时 往往已经是肺癌中晚期 而肺癌的常见症状包括 一 身体出现肿块 喉咙及颈部两侧 腮帮子 锁骨上 腋下 腹骨勾 这些都是癌细胞转移时 容易肿大的淋巴结位置 可定期观察 可定期观察留意 是否有肿块或隆起 二 油或黑痣明显变化 有些人身上会莫名长出痣 大部分是良性的 但如果痣呈现不规则状 界限不明显 凸起 渗出液体 溃烂 出血就要小心可能是恶性的 建议以痣的中心滑十字 观察四等份是否对称 也可测量痣的直径 通常小于0.6公分的痣 都是正常的 三 持续性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感 消化功能不佳 即使改善了饮食 补充了益生菌都没效 且持续一两个月以上 这时可能要怀疑 是否有消化道相关癌症 建议就医检查 四 持续性声音嘶哑 肝咳 吞咽困难 当肿瘤侵犯反喉神经 就会导致声音沙哑 包括甲状腺癌 食道癌 肺癌等都有可能出现此症状 五 不明原因出血 肿瘤在体内增长时 会生成新的血管 这些血管是不成熟的 脆弱的 稍微摩擦到就可能破裂 导致出血 因此 若有异常的出血情形 就要留意是否可能是癌症导致 六 久治不遇的伤口或溃疡 健康且免疫力正常的人 有良好的自愈能力 以口腔黏膜来说 每三至七天就会换心 如果嘴破超过两周没有痊愈 要小心可能是口腔癌 一般伤口持续一两个月没有愈合 就要当心可能已经出现皮肤癌 七 长时间不明原因体重减轻 癌细胞会吸取体内的营养 导致人吃不胖 甚至体重越来越轻 面对早期肺癌症状 最好的筛查方式是高危人群 一年筛查一次低剂量CT 根据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 2022版指出 年龄大于等于45岁 和病以下任医风险之一 都属于高危人群 一 有不良嗜好 二 环境油烟吸入室 三 职业致癌物质暴露 四 个人肿瘤时 五 直系亲属肺癌家族时 六 慢性肺部疾病时 癌症是致霉的 还是被下霉的 过度治疗 即超出患者本身疾病需求的医疗行为 在癌症治疗中 确实存在过度治疗的风险 以某种角度来说 过度治疗危害大 反而造成免疫系统破坏 加重患者心理负担 导致癌症病情加重 为了避免过度治疗 建议掌握几点 一 患者和家属应通过正确渠道 了解疾病相关知识 对病因和育后有所了解 二 患者应主动向主治医生咨询病情 把自己的担心和疑虑表达出来 三 确诊后 患者及家属不可盲目听信小道消息 应通过科学渠道 寻找领域内知名医院或医生进行沟通和治疗 四 医生给出建议后 患者应理性判断 是否治疗和如何治疗 可多咨询几个不同的专科医生 综合考虑 此外 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 心理疏导也是关键 据文章统计 有40%的患者会产生焦虑和抑郁 大大降低癌症患者生活质量 降低治疗效果 治疗不仅是身体上的治疗 也要注意心理治疗 患者应调整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 正视内心的恐惧 科学抗击癌症 乐观面对治疗 才能不被病魔左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